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东市高宫旧校区废墟围楼 民众在晚间 拿着手电筒爬过围离 进到废弃的活动中心 寻找恐怖冒险游戏中的场景 我现在主要是绕杂窍的地方 你看那边人摆过来一模一样 把它特写照出来 把那个铅笔 有铅笔在 这张客桌椅和桌子上的铅笔 正是恐怖游戏预告中 扣人心弦的一幕 国人自治的本土校园恐怖冒险游戏 最近爆红 而游戏预告片取景 就在东市高宫旧校区 不论是活动中心 客桌椅或是操场 都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实际来到这里却发现 校区建筑物外头已经架起围离 虽然活动中心外围已经架起了围离 但是现在却有民众 半夜爬栏杆穿过围离 进到活动中心去探访传说中的恐怖场景 目前旧校区由台中市府管理 除了设置管理员 也公告禁止任何人进入 否则可能触犯刑法 得面临一年以下徒刑或300元罚金 而游戏团队也在脸书粉丝团道歉 并且紧急撤下宣传片 旧校区白天还有民众在操场运动 但入夜之后没人没灯 还有人趁管理员下班之后 闯进校区试胆 恐怖游戏的魅力 让民众不惜以身试法 记得王一超黄总盈 团中报道